還記得陳喬恩在去年年初的酒駕事件嗎 如今結果也慢慢出爐 由於陳喬恩沒有前科也乖乖認罪 經過檢察官的種種考量 給予陳喬恩還起訴 喬喬還主動要求還起訴期間 至少要兩年也願意服60個小時的義務老物 而其中包含了配合拍攝反讀為電影 喬喬也表示很願意為公益盡興 更無償提供個人的製作團隊 歷經一年的準備及拍攝工作 終於完成約5分鐘的作品 即將在6號跟大家見面 而依喬喬目前拍戲的價碼 這部片的片酬可是超過百萬這麼多呢 堪稱今年最大的宣傳影片主角 但可惜的是喬喬因為工作再生 無法出席未電影的發表會 不過相信粉絲們應該都有感受到 陳喬恩滿滿的心意啦 財產娛樂這裡報導 第二部片 何磊 四尤 friends 帥 離職 借 二